女人每次出门相亲时,上半身都会套上一个丑陋的麻袋 传闻那麻袋下面是一张美若天仙的脸 只有和她相亲成功才能一睹她的芳容 看着老板弟过来的照片 单身了30年的小马简直不敢相信 这样的好事居然会落在自己的身上 听老板说麻袋女是因为患上了心理疾病 才一直不敢以真面目使人 但老板声称,只要小马得到麻袋女的芳心 就一定可以抱得美人贵 第二天小马来见麻袋女去约会 却看见了令人目瞪口呆的一幕 只见老板把一根管道接在麻袋女身上 另一端子接在水泵上 而管道里不知是什么东西 正源源不断地被压进去 见小马出言询问 老板敢忙慌张地解释这是麻袋女在吃饭 小马突然觉得事情有些不对劲 但想到麻袋下那张天使的面旁 她还是开车带麻袋女出门约会了 一路上小马紧顶麻袋女的眉腿 但突然一只扎猛 从麻袋女双腿中缓慢爬出 这可把小马吓了一跳 她把车停到路边有些怀疑人声 不过麻袋女也明显看出了小马的一样 她认为小马嫌弃自己 刷着脾气下车狂奔 却一头撞在了摆在路边的自行车上 不得已小马只能一路安抚 却又被麻袋女拥腿勾进了河里 小马这番囧状也是引得麻袋女开怀 最后小马带着麻袋女回了家 出于好意她拿出干燥的衣物 要麻袋女换下湿透的麻袋 谁知麻袋女不仅不灵情 竟还用脚羞辱小马 而就在小马要对她忍无可忍时 麻袋女竟对她表示出了爱意 还是以她刻意做的离自己更近些 而有了亲密接触 小马就试图更近一步 谁知她刚解开了麻袋的绳口 里面竟掉出了带血的肉块 小马瞬间吓得魂飞魄散 而麻袋女也勃然大怒 她发出野兽般的吼叫 还把小马夹闹得天翻地覆 但此时的小马再也没有了半点约会的心思 因为她意识到眼前这个麻袋女根本就不是人 她太可怕了 麻袋女回家后老板给她洗了澡 大块的泥巴里混杂了血水 但相比刚刚的残暴 麻袋女居然对老板说自己很喜欢小马 可此时的小马 见麻袋女一面都会打哆嗦 为了和小马继续交往 于是麻袋女就开始制造各种偶遇 甚至会埋伏在小马家附近 日子久晚小马也从开始的害怕 逐渐转为了厌烦和愤怒 终于这天小马再也忍无可忍 为了摆脱麻袋女 她找准机会横横殴打麻袋女 用棍子打拿拳头砸 谁知麻袋女竟从麻袋里弹出了钢刀 小马出不及防众了招 这下她更生气了 可此时的麻袋女就像是个受虐狂一样 居然沾了自己的血 写下了继续儿子 小马健壮如她所愿 搬起了几十斤重的石头 狠狠砸在了麻袋女的头上 这下即便是怪物也感觉到了疼痛 但麻袋女凄惨地吼叫 并没有得到小马的通情 小马抄起棍子连杂树时下 知道麻袋女没了动静 晚上小马本想趁着夜色离开这个鬼地方 谁知麻袋女拖着虚弱的身体又出现了 小马想着一不做二不休 静静只把麻袋女推下了悬崖 小马原以为这样就可以彻底摆脱麻袋女 谁知一转头 麻袋女竟狂奔着出现在她眼前 为保命小马只能跪地求饶 可让她没有想到的是 麻袋女并没有怪罪她 反而是伸出手想和她达成和解 甚至还主动撕开了麻袋 似乎要跟她坦诚相待 小马好奇地把头伸进麻袋 想要一探麻袋女的真容 但突然恐怖地咀嚼声响了起来 小马拼了命把头拽出来 可此时她的脸上已经遍布口水和伤痕 接着麻袋女用一种诡异的姿势爬了过来 她缓缓扯掉麻袋上的绳扣 随后张开血盆大口把小马吞了进去 任凭小马气惨的叫声响车天机 麻袋女却是吃得不依乐乎 对于喜欢的东西 就得是永远化作自己的一部分才行 最后麻袋女抓住小马 仅剩的一只手臂跟她食指相握 而这就是她表达爱的方式 很快老板赶来收拾餐局 但地上只剩下小马的一双鞋子和一副眼镜 一开始麻袋女似乎在为她吃了小马而伤心难过 可听到老板会继续给她找新鲜的男友 麻袋女立马欣喜若空 第二天老板在工厂门口贴了新的招工告示 而麻袋女也穿上了新裙子翩翩起舞 此时她正在兴奋地期待着下一个猎物